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回到现场 另外这个事件 就是说法院门口又围了很多的人 到底湘民正义在这个事情里面 有没有他的正当性 宁愿英暴怒 就要等你 很多湘民说 在台南地院门口 400多个人围在地院 那有一个骑士还飙车 要吼进现场 被警方给制止了 那相关的新闻还包括 台南宁愿英民众传围警局 包括那个犯刑人的家里等等 内政部长徐国长呼吁说 冷静法律才是最后的保障 那相关一些意见领袖 都有不同的说法 包括前几天 这个肉圆霸在家暴 虽然遭到暴打 那叶元支 这个新北市市议员讲一句 他说施行是不对的 虽然他很疗愈 虽然他疗愈 但语法是不容的 那台南虐同百人包警局 时代第一天的黄国昌 黄老师说 我不鼓励施行正义 但改革蹉跎更无法忍受了 这是黄国昌相对说法 这是我的一位云友 他在我的脸书里 他说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但能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他也是个好爸爸 我知道这个张先生 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好爸爸 那我提出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这个V怪客 是一个所谓地下正义的代言人 这电影大家都看过了 他很多人用他的电影里面台词 做一句话在各种抗议场合里面 So what are you do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你现在所做的真的会让这世界变得更好吗 尤之你刚才说你认同这些所谓街头争议的这些云友们 那如果用这句话来问你说 你现在做的对的世界真的会更好吗 对于台湾这些被虐待在阴影中存活的 呼救的小朋友 有改善他们的处境吗 他们不这样做 那你要怎么样才能让世界更好 没办法 只有这么做而已 台湾现在就沦落到一个地狱 你只有这么做 才可以让自己离开一点点 他们现在是无奈的一个动作 你谁想要去暴力 哪一个人喜欢上节目来这边 声势俱下来再生气 文佳哥你喜欢在外面跟人家吵架吗 不喜欢 谁喜欢到警察局去打人 每个人都爱好和平的嘛 如果这些人不是已经无奈 不是黄国昌讲说 司法的蹉跎让他必须要这样做 谁愿意去打人你告诉我 大家都正常人嘛 都是正常人 想想跟他玩家 没有 可是问题是现在的小孩子在台湾 从一颗卵子到一具尸体 在台湾就是一个地狱嘛 从一颗卵子到一具尸体 我们到底为他做了什么 没有 一件事情都没有做 我要问问这些立法委员 你们能做的人 不是我们这些名嘴啊 也不是这些议员啊 也不是我们这些 能够在笔上骂骂的 能够到私情正义的人 是你们这些立法委员 有power的人 你们做了什么 是不是还要在十句 虐头致死的尸体 还要二十句 还要三十句 还要四十句 你们才愿意去做 我跑去那跑到我累了 我何必呢 我已经写到不想写了 每一次的东西 全部文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从我2000年跑了第三句 虐头致死的案子 到现在没有一个 任何一点点的改善 你还要我们社会记者做什么 很多网友骂我们说 那你们只会讲 不然呢 能做的已经被我们骂到这样子 他还是依然顾我插着双手在被看 台湾现在不就是这样吗 一群精英出来的人 这一辈子在优渥的状况之下 养小孩 要不然就是没生小孩 你们能够知道养小孩的痛 养小孩的过程 从一颗卵子到一具尸体 是多么的不容易 没有 谁都不能体会啊 从一颗卵子 为什么这颗卵子 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造成的 这一对制造精子跟卵子 在一起的这对父母 他们那时候的环境 你们去讨论过了没有 你们这些立法者 有没有事先替他们想到 有多少的父母是准备好 不要说准备好 知道你自己要做父母了 没有耶 台湾有哪一个单位在教育这个 文家哥你刚刚看马来西亚那个广告 我们都参加公标案的人 曾经参加过公标案的人 我们政府哪一个单位在做预防 不管是教育部 交通部 警政署 做预防的时候 是用心在里头去做的 没有啊 所有的委员只要把这事情交代OK 我到三天就去妈就好了 这些东西没有在我们任何的政府文学里面 去做家庭教育 第一个 这是我说的 从卵子开始 卵子制造到受精之后 要出来的这一段过程里面 谁教育这两个人了 没有啊 一个人都没有去教育 小孩子出来之后 我们做了什么保护他 没有啊 我们的民法婚姻篇 几十年没修了 就跟调度司法警察条例一样 三四十年 五十年没修了 这些立法委员 你们放着一个婚姻篇在那边不动 你们只愿意去搞经济 搞都庚 对你们口袋里面有帮助的 这些只要关于老百姓不动嘛 我跑社会新闻 讲的是比例原则 我叫马律应该知道 法律是叫比例原则 当我们社会已经离谱到 比例太高的时候 就是一个出状况的社会了 我跑社会新闻 我没有看过一个国度 是家暴 虐童致死 跟杀老婆 已经跑到记者是认为 我曾经参加国际的记者会的研讨 那个记者看到我在看 虐童致死跟杀老婆的新闻 我当做是一个很普通的 跟人家在讨论 那个国外记者不可思议 他说 哇 这是什么事情 我说老公杀老婆 他说你怎么可以这么的淡定 我说这是Routine 它是Routine 他说不可思议 我说在台湾 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你一定要把他 所有狼跟鸡关在同一个笼子里面 婚姻已经没办法保护这个小孩了 保护这位太太了 你却硬要把他关在笼子里头 那狼不咬鸡才有鬼呢 可是我们有没有去修 有没有去在社会上做家庭教育 没有 就让这小孩子在里面 就刚刚文家哥你看了个雷台 称几何时家里面变个雷台 变成一个笼子 然后在里头要被人家K 要被人家杀 变成生死格斗 在里面生死格斗 我们做过任何的家 没有啊 立法改了没 全部都没改 这20年来我做的记者到现在 我从我手上的照片 翻不过百张了 我试着不去回想那些所有的画面 因为每回想必哭 没办法忍受的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 这些没生小孩的官员 或者在优渥环境里面 生下你的小孩的官员 你们曾几何时 可以顺着上面的伤口 一点一滴的去摸他 然后去帮我感受那一刻 哪怕是你咬到舌头 那种痛再加十倍一百倍 然后再想这个小孩生前最后的阶段 你体会不出来啦 所以你们才会在那边插着水 然后像刚刚王浩姑姑一样骂 谴责 然后呢 你们依然去修你们的经济 修你们的都根 赚你们口袋的钱 然后呢 婚姻法不改 警察调查事情不改 什么都不改 依仰放在那边 台湾永远沉沦永远堕落 然后最后就是你刚刚问我的 为什么要事情正义 不然呢 你希望这些人做什么 we can do nothing ok 好 的确这个有志的采访经验 告诉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被扭曲的现象 那这个现象一路蔓延到政治圈了 真正的核心问题 书并没有人实质去碰触了 这个艺人这个吴凤 他说六天士起虐童吴凤喊 支持死刑 那网路挺说不教化 就把他拖出去火化掉 算了 ok那心童一岁半女童遭虐死 小S气喊说那四个人去死吧 他说一度气风想要留言 希望那些虐童的人去死 但又想想自己是公众人物 便删除了相关的文字了 那馆长又开骂了 叫XXX的司法改革 脸书发表说什么叫做可教化 去你X的司法改革 改你个XXX 没本事照顾好小孩 你就拜托请你不要生 ok那蔡总统在前天 这个肉圆霸的时候 他就说请大家多发挥一份 鸡婆的精神 首都市长柯文哲 在2020的总统任门人选 当然也有发言 他说六天士虐童 柯文哲呼吁多管闲事 20次真言说 加不加辣不是重点 他说关怀别人不是仁慈 也不是施舍 而是在保护自己 他认为家暴虐童的问题 应该回归社会安全网来处理 佩君您对这些 有影响力的人物 不管他的官位是如何 讲了这么多话 您认为他能够带领 一个真正改革 解决问题的风潮吗 还说就反正 大家现在要来做网红 网路哪个议题乐 我就进来讲几句话 赚点点阅率给你按赞 然后借有知那句话 然后您的观察 我相信所有有良知的人 在这个时刻都会想要好好的 善用自己手上的资源 我倒是想到一件事情 我小的时候有一幕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好几次看到我妈妈 躲在厕所里面讲电话 然后讲一讲还会跑出来 从那个客厅 就是大门的门缝看外面 然后我要开客厅的灯 还被他骂 我比他大之后才知道他在干嘛 你知道他在通报我家对面的邻居 虐待小孩 因为我家对面的邻居打小孩 都是叫他跪在人行道上面 然后头上还顶着水桶 然后用皮带抽在马路上 没错没错 我到现在你看隔了二十几年 我印象还这么深刻 但我现在想一想 觉得我妈也是蛮站在时代尖端的 二十几年前 她就知道要打电话通报家报案 我会讲这件事情是我 这一点我认同柯文哲市长 还有林佑昌市长应该也有提到 他就说希望每个人可以多管闲市 可以多鸡婆一点 我跟有这个意见有一点出入 就是我认为私行正义还是有它的风险 不管是打错人或是打太重 其实都不是我们所乐见的 但是相对来讲这种所谓的鸡婆 多管闲市如果用在社区互助是可以做 而且应该要做的 所以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鸡婆一点 多管一点闲市 哪怕一点风吹草动 多通报了不会怎么样 就像刚刚马路雨讲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工资源 给执法人员多一点的保障 但是最主要的关键是现在这个阶段 政府不能光说不练 像台北市来讲 现在社会局社工科的科长 在官网上面来看是玄缺待补的 包括他的社工督导师 有很多是专案制或是约品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线这么辛苦 负担这么重的社工 他们居然是一年一聘 一点保障都没有的约品制 所以政府不能光说不练 就是你不能一方面讲说 希望社工怎么样怎么样去督导这些个案 或是去挖掘更多的个案 但是你没有给他们充足的保障 那要怎么样让这些热血热心的人 来投入第一线做这样的工作 那更不要说 虽然讲前几天 应该是昨天 有提到肉圆 他不加辣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 借此呼吁大家多打113 可是我刚前面也提到 事实上现在通过113 通报的家暴案件比例是非常低的 只有10%到15% 所以光靠113 其实没有办法再往前更进一步 最主要大概还是要回归来讲 社会安全网科市长有讲了 其实事实上中央政府也有在做 去年2月就上路说要强化社会安全网 从107到109 一共有27亿的预算 可是我从去年上半 上前三季的数字来看 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 钱有用在具体的成效出来 钱用了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统计上的具体成果出来 所以我刚刚说任何有良知的人 在这个时刻都会想要好好发挥 使用自己手上的工资源 我想包括我在内自己应该都要好好想想 还有没有哪一步可以去做 那我刚提了几点 希望我们市长在提到 希望每一个人都多管闲事 多鸡婆的时候 他自己也可以看看狭下社会局 现在社工科科长是选举的 你要市民管闲事 我们乐意配合 但拥有最后行政资源材料的人 你应该多做点正事啊 不要让民众觉得好像我们都是出来 呼吁大家应该要怎么样 毕竟我们也不是宗教人士 施琪你怎么看对立法部门的这些推动 你刚才提到说 事实上相关的修法已经在立法部门 刚刚很像还没解冻 还没拿出来热炒热议 那这个时候名气真的可用 那你认为怎么去推他一把 我觉得就是刚刚大家讲了很多 譬如说乐有志觉得他很支持私刑 我觉得看到这种东西 谁都会愤怒 谁都会很想说 也给他一拳出一口恶气 但是这些其实我认为是后端的 就是整件事情的后端 如何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要从前端 前端去左手 那前端的左手要做什么 刚刚理事长提到教育的改革工程 那的确是一个二三十年的大型计划 教育当然最重要是一大块 那包括了各级地方政府 因为这个事情本来就是各级地方政府 是要做的第一线 他的社工人员 有没有办法能够掌握到 这些高风险的家族 这个家庭 这个案件的家庭 是不是高风险 是 社工有没有仿视 有仿视 但是仿视了之后 有没有发现 看起来是没有 也就是说怎么强化这一块 之前曾经发生过虐童案 当时我们的讨论是 社工人力不足啊 你有这么多的家庭都需要社工啊 不只是虐童案 很多很多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怪案件 他们都需要社工师啊 有补强有加强 但是够不够 我觉得永远都不会够 人员的训练和补足 然后给他们适当的武器 让他们可以真的发挥他们的功能 是 我相信做社工的人也希望 我的努力我可以发挥功能 我真的可以预警到 我真的可以提前发现 我可以阻止这个家庭悲剧 我相信对社工来说 他们也一定这样子期待着 还有刚刚律师提到说 那警察呢 警察会他的顾虑会不会太多 会不会变成进去没事啊 结果结果人家家人家要告我啊 害我背官司啊 也就是说 这这个层次的法律 是不是应该要多给他们一些 对一起推动 对 这是前端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要从前端着手 才会才会有可能真的让 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后端你要你要加 他加重这些刑法这些 刑法的修正案 加重虐童的 对这些通通都对 也会不会有警惕中 说不定会有 但是我会觉得 如果我要解决这个问题 前端必须先被处理 后端再补强 那个才会比较是完整的一个套 马律师不好意思 给你三十秒钟做结论 不好意思 湘民正义跟事情正义 我认为两个不太一样 OK好请说 事情正义 当然是将湘民集结 自己把他人家打一顿或干什么 但是湘民正义 我认为他能够到现场去关心 代表他关心这个议题 那这个议题反射出来就是 他能够带动 因为他的被注意 所以有很多 反映出我们一些立法委员 其实都没有照顾到的 所以现在湘民的正义 至少他是一个民意的主流 他能够主导政策的话 我认为湘民正义 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实行正义 各位千万不要 因为我们还是有法治的社会 不管你把它打成什么样子 你一定会被受罚犯 是 好 非常谢谢今天几位 非常精彩的语谈 我的结语还是用一个广告 这也是一个联合国所推动的一个 全球性的保护儿童的广告 一个漆黑的卧室 小朋友无助的躺在床上 一只小狗在帮他砍门 他的标语写说 翻译中文说 如果你不愿意的话 对虐童事件奋战的话 那有谁会呢 难道靠这只小狗来保护 这个无助的小朋友吗 这个一样 无助的小女生躺在床上 难道靠他的玩具兵来保护他的安全吗 这个画面也是一样 一个小男生躺在这里 难道靠他的积木堵住这个门来保护他吗 应该不是 这个时候大人你在哪里 我们都知道父母亲都是小朋友的榜样 我常喜欢用这句话 这是我们以前广告公司的老朋友叫潘书伟 他写的 我希望几年后 我可以听我的小朋友跟我讲这个说 爸爸我学你 我没有学坏 我懂得照顾家庭 我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用这句话跟所有台湾的父母亲共勉之 我是宜兵天空室 我是宜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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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云端再见谢谢 我是宜兵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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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